歡迎大家來到我這個尖尖字曲 記住,不用靠人,不用請工人 好,很多人以為我是留的 所以今天我是特地在大家面前 教大家煮一些很簡單的宵夜 今天要教大家煮的東西我是沒有名字的 總之就是把材料拌在一起 很簡單地拌一下煎一下就可以吃 材料首先有薯餅,然後有雞蛋,還有火腿 洋蔥首先很簡單,要切碎它 切東西小心點 好,將這些洋蔥放進去 待會要去炸一炸 這樣就爆香火腿或者煙肉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歡吃煙肉的 所以我就切一些火腿 所有東西都是按著你自己喜歡的份量 先開少許爐 爐千萬不要放東西,要放少許油 放些什麼?牛油就可以了 牛油是最香的 放少許牛油 這些都是用意頭的,放多放少許 其實千萬不要特別說要什麼份量不份量 最重要是自己有感覺 煮食全部都是講感覺的 如果它涼出來的時候,每樣東西都涼 因為燒麵吃不到,煮到天亮 好了,少許融融的 放些煙肉或者火腿 炸一炸 嘩,好香啊 通常煙肉炸起的時候會多些油 好,差不多了 先關火 我們待會備用,放回去 接著要做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薯仔煎軟 先煮它,煮多久呢 煮到它淋 怎樣淋 拿它出來看看淋不淋 不淋就再煮 煮到它淋為止 接著就要剝皮了 因為時間內的關係,我不剝皮了 可以煮爛它 接著呢 放下去 一次過放下去 打一隻雞蛋 這個時候呢,要加一點粟粉 粟粉呢,大約兩柴匙 然後呢,就加一點調味粉 我這些自己有些絲火的 就加一點鹽 不要多了 再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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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好,接著呢 再攪拌它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 開火了 真的很香 聞一下 嘩,很香 好,這個時候 真的要加一點牛油 這樣呢 然後呢 可以逐一點煮 不用一次過 這個時候呢 就要內心一點 因為呢 一定要讓它煎到 有一點金黃色 是不是很漂亮 已經很漂亮 好了,好 接著呢 就要翻了 這個金黃色出來 就很好味道 好了 我們把它就放在 碟上面 很帥仔 這樣 放在這裡 三份 看看 這個 洋蔥 薯仔 的雞蛋蛋 很好味道 好了 我們做好了 我們請我們的 騎尼說祭 你又來了 你不要 不要 不要怕 然後你真真正正 告訴我 煮成怎樣 好嗎 這個 真的好吃 嗯 真的好吃 宵夜的景色 一流 好 好 下次再煮的東西給你吃 回去做practice 記住 不用靠人 不用請工人 尖尖自曲 下次見 拜拜